當扣子 其實宋江自己本身也是一個扣 那麼所以後來就等於是說服 同意宋江照安 然後讓他去打其他的 包括還有遼國 那等於是這樣一個戰爭的故事 其實是宋朝末年最後的掙扎了 那麼雖然有一些攻擊在那邊 可是沒有意義 因為宋朝命運已經注定 這幾個奸臣在旁邊 就到後來的時候 我們還是用回憶式的 就是前尾 通通都是用宋慧中來看梁山結尾 那中間有幾個戰役 包括打北邊的田虎 西邊的王庆 南邊的芳蠟 當然最後打芳蠟是大家都比較曉得的 因為芳蠟已經成一個國家了 而且最後這個梁山的一百三八這樣垮掉了 也是因為打芳蠟等等的氣殘 那我們就是在演這樣一個情節的故事 其實現在不是因為你年輕 你就可以現代 你知道 其實戲曲上面啊 你在表演的時候 你還是要有一種舞台的形式跟力量 那這個力量是一種新觀念過來 新觀念不能亂遊走 你走了半天 其實你還沒看懂對不對 你只快樂了 好像跳了一場什麼街舞 你還沒搞懂你在幹什麼 其實是要有故事性的 也有角色性的 所以單位這個服務的時候 那就要把它框回來 那年輕人在這裡面跳完舞以後 他怎麼還回到角色裡面去 然後去發揮 可是我們要他的那個年輕 要他那個衝動 熱忱 那才象徵著那個水壺的那個精神 這個音樂在跟原先的音樂相互融結的時候 它有一個dissolve的那個過程 就在那個過程裡面 看他們能夠互相配合到什麼程度 因為真正中國人的這個 古典講的這個文化裡面 所謂的樂的意義 它就一個字 樂以道和 這個說的簡白很難翻譯 就是這個音樂整體而言 就是一個和諧的表現 你不和諧是不能聽的 整體的說起來這個嘗試 它是一個多方面的 比如說肢體動作 它有傳統的摔打 也有這個現代舞的這個 現代街舞的這個動作活動 它以樂的部分來講 剛才說了 現在樂跟古典這個傳統名樂 那麼你如果再往裡面看 歌詞也是如此 倒白也是如此 還有它我覺得更根本的是 所有108的這個 從上梁山到綜藝堂 到終極英雄當口子 這三部東西 它也不時的是在 兩個對立的這個衝突之中 試圖彼此了解跟自我了解 從前的經典就聚馬很多 那麼人生也不夠悲歡禮合吧 生老病死 那在這個不同的項目裡面 因為你年齡的不同 因為你的情況不同 因為你的情感的不同 或身分的不同 你在同一個杯裡面 你在處理方式的時候 那個音樂性的不同 那我們經過很長時間的這個 這個篩選之後 老先生就找到了 你是什麼身分地位 你是什麼年紀 在什麼情況底下 你嗆這個調子就特別有味道 那我覺得啊 正好我們在一個新的空間裡面說 宋江在這個時間 因為幾個兄弟 突然打芳辣的時候 都過世了 心裡難過 我覺得 在這個時間唱這個腔調 特別好 特別感動人 你如果 你如果用別的腔調的時候 他也沒說不好 就是帶過而已 可是你用對的時候 哎呀 非常好 那又藉著 新的這個搖滾樂的這個形式 你把這個放進去的時候 你給大家感受說 原來古老裡面的槍槍可以這麼貼切 我覺得這個很棒 那麼剛才講到這個當扣志 他看起來就是 一扣打掉其他三扣 順便還打掉一個一族 那這個意思好像看起來 他們是還是 我們立場上還是會站在 這一群人 也就是梁山一百單八將 到最後飄零淪落的 這麼樣的一個局面 站在他們的立場上看歷史 不過 反過來看 或者從一個更高的角度來看 他們也是被盪的扣 他只是被不同的方式盪掉了 但是恐怕這裡頭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意義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 都可能站在 一個權利者的那一邊 或者權利者的對邊 不論這個權利者 是不是一個政治上的權利者 對 好 那你現在看宋江 宋江他英雄不是初的人物 他連一個小部隊 一個社會的一個連長 他都當不上 一個營長 他都當不上 這是表示說什麼呢 他也是在一個底層 這個 當後這個整個故事 可能從另一個角度看就是 在社會最底層的人 是想盡辦法想要爭一頭地 翻身上天 但是他的努力 是到最後是一場空 因為你遵循的 如果是那個皇帝的邏輯的話 那當然我的另外一個想法是 這個人最好離權利者 越遠越好 連你內在思維的這個邏輯 都不應該墮入 那種 那種權利的鬥爭 是 無法措斷 為何 付出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